大家好 我是徐彬哲 歡迎收看今天的節目 今天台股開平高往上 那麼台積電盤中 串下了波段新高 當然帶動台股挑戰10520點 這個最重要的多空分界點 當然這一波在台股6天擊殺400點 又跟你5天上漲250點 這個多空轉折讓很多人 在這一陣子裡面 真的是摸不著頭緒 之前破線擊殺 現在3天兩缺口 又往上急拉 那麼該如何看這個盤勢 我們從一開始就告訴大家 當你學會天氣K線的時候 請你按照自己所學 那麼這一本天氣K線 當然它是我在這幾年裡面 台股進入漲跌幅10% 那麼K線形態開始直變 我就告訴大家 你要用全新的K線形態 去做自己的操盤準則 去做自己的操盤準則 當然這一陣子 不管是做空也好 做多也好 都讓很多投資朋友印證 真的啦 在股票市場裡面 你沒有一套保護自己的方法 保護自己的技術分析 你很難在這個漲跌幅震盪10% 20%甚至是漲上去就是一倍 跌下來就是五成 這麼劇烈的股價走勢裡面 去好好的應對進退 所以這一陣子當然會有很多人問 徐老師之前兩次空方訊號 居然被多方化解 那應該要順勢翻多嗎 我要告訴大家一件事情 為什麼你要學天積K線量化操盤 因為多空是執念啊 你做多賺的錢跟做空賺的錢 一樣都是錢啊 但是你為什麼一定要堅持 做多才能夠賺錢 做空才能夠賺錢 我從來不這樣子想 你能夠賺錢 你今天買的掌停板賣掉 進來的一樣是新台幣 你今天放空 它跌停板你回補 你今天進來的一樣是新台幣 所以賺錢對我來講才是真理 我為什麼要告訴你 我們操盤 從那一天開始 正式推出天積K線 你的多空依循在哪裡 我們自己有自己的一把尺 而且完全印證 不是嗎 今天3019的亞光 拉到快漲停板了 這一陣子看起來像破線 這一陣子往上創新高 我這邊空兩次 現在的多空單 跟我一點關係都沒有 因為我們早就回補了 可是如果你堅持一定要放空亞光賺錢 或是做多亞光才能夠賺錢 那我請問你 你做多的這段痛苦啊 你做空的這段痛苦 不是嗎 所以我常常講 你千萬不要拿舊的武器來上新的戰場 現在台北股市已經質變了 早就已經質變了 你還在用舊的工具 來對付新的戰場 這本來就不對嘛 對不對 所以我說你學會天積K線多方九市空方八角 你的劣勢在哪裡 從馬面基本面 我問你 是你比較清楚 還是大股東外資中實戶比較清楚 但是你的優勢是什麼 你可以很靈活啊 該翻多你就翻多 該賺漲停板你就賺漲停板 不是嗎 所以這陣子我們告訴大家 不管是多方九市空方八角 你一旦學會 請你好好的運用 不要帶任何的感情因素 多空是一種執念 對不對 但是賺錢才是真理 不是嗎 所以我在11月3號的時候告訴過你 多空意味點10520 今天正式來了 那居然來了 那麼你去想 為什麼在上這個禮拜二 告訴你 你要開始進行部位調整 我上個禮拜預告 這個禮拜要進行部位調整 很多人看不懂 那我也告訴你 如果你看得懂 那跟我的會員差別在哪裡 不是嗎 所以簡單的來講 我上個禮拜就直接提醒你了 那這個禮拜就直接提醒你了 你要做好準備 我們針對手中的持股 當然是空出多進 居然多空意味了 你就要開始布局多單 空單 要在禮拜二找盤之前 全部處理完畢 賺也好賠也好 那是我們會員的事 但是從那一天開始我就告訴你 天積K線出現多空轉折 最後讓你確認點 是看到10520點 但是那也來不及啦 如果你確認 它即將異位了 就像我上禮拜再告訴你 台積電利空不跌 那就對了對不對 多方控盤 所以找盤我們再告訴你 當你該翻多的時候 請用天積K線來找標股 像同志周線出現雙陽筆尖 然後日線出現一星二陽 真突破 因為今天是補量的對不對 所以你早上的時候 做第一個動作 當然是買轉牆的股票 後面直接亮燈漲停板 今天3552同志 底部完成第一根突破 你買這裡痛苦 買這裡痛苦 買這裡呢等很久 沒有 你買在轉牆點 買完之後 直接送給你漲停板 當然是對的嘛 轉牆才切入 這才符合你學天積K線 最重要的原則 你等的就是一個確認點 你等的就是一個轉牆點 轉落點 不是嗎 所以當然今天很多人在問我們 做股票要怎麼做 我說能夠賺錢的方法 你都去做 中小型股裡面 我之前講過 我不做偏空 我也不做偏多 該做多的時候 我做多嘛 9月18號 勝得三次一星二陽 得勝往上走的時候 你該獲利了結 獲利了結對不對 那上個禮拜 延續到這個禮拜 部位調整 我們在禮拜二的時候 提醒你 有一檔股票 底部出現雙陽筆尖 頸線準備做突破 這檔股票 現在我開牌 他是三二三二的玉解 你知道嗎 布局完畢之後 禮拜二 尾盤直接亮燈漲停板 亮燈漲停板不打緊 日線是一星二陽 周線是雙陽筆尖 所以 今天玉解往上再創新高 三二三二的玉解 來盤中創新高對不對 三十七塊八毛錢 從這裡到這裡 我說 部位調整 空出多進 布局完成 現在往上拉創新高 兩天 兩天 漲了10% 不就擋於一根漲停板嗎 對不對 所以多空是執念啊 賺錢才是真理 你今天花錢參加會員 就是希望老師帶著你 該放空你就放空 該做多你就做多 不是嗎 所以今天玉解只是一個 範例而已啊 有些股票低檔 出現翻多訊號的 你都可以佈局啊 一檔接一檔 只要底部確認多方九四的 通通可以佈局 不是嗎 就好像今天 我相信沒有人在講生計股 但是我會跟你講生計股 為什麼 我在10月2號的時候提醒你 生計指數出現破釜成週 多方訊號 那我當時幫你找的這檔股票 我今天開牌啦 因為今天創破斷新高 它叫安克4188 週限出現什麼 一新二氧日限也是 對不對 那你問我為什麼要買它 我告訴你 一旦技術形態轉強 今天它就再創新高 所以4188安克 來 今天 往上走 對不對 所以你要特別留意喔 一旦技術形態轉強的股票 你要把握週限跟日限的同步轉強點 當然週限可能比較晚 日限對來講 是找切入的極短線 所以你問我安克要漲到哪裡去 我說底部才剛剛起漲 我不會預設立場 不是嗎 一直到它什麼 空方巴掘出現 那如果你要跟上來的投資朋友 生計類股你要特別留意 第一檔一旦有轉強訊號的股票 這檔股票週限出現破釜成週 日限出現一新二氧 這個你都可以留意 因為這一波多空轉折之後 我常常講 運用天際K線 量化操盤 你才能在多空裡面 如魚得水 當然我知道 很多人手上 光學股的空單 來不及做回補 沒有跟著我們一起同步進場 同步出場的 那我也歡迎你 利用這段時間 好好的做資金的分配 3019的亞光 會漲到哪裡 你要特別留意 就可以操作順利 我們明天見 我們不喜歡 所以我們不喜歡 以及第二部 都不喜歡 全新的家庭 在這裡 拍照 在你